大家好,我是Wennie 今天我们来做黑芝麻油酥烧饼 方法简单,用到的材料也是家中常备 一起来看看吧 面粉300g 水160g 先搅拌成大的面絮 再加入30g食用油 简单地揉成一个面团 面团的手感是中等偏软的 盖上盖子,松弛15分钟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准备油酥 100g面粉 80g烧开的热油慢慢地泼上去 面粉通过炸制会更有香气 搅拌到看不见干粉 最后的状态像浓稠的酸奶一样 再来做一个烧饼的内馅 白砂糖90g 黑芝麻30g 可以等量换成你喜欢的坚果 面粉30g 它可以为内馅增稠 防止烫伤 搅拌均匀后放在一旁备用 我们接着来处理面团 经过15分钟的松弛 你能明显地感觉到 面团比刚刚更软了一些 揉一揉 或者像我这样把面团拎起来摔打 目标是揉成一个光滑细腻的面团 揉好后盖上盖子 饧发40分钟 接下来开始制作烧饼 案板上抹薄薄的一层油 面团放上来 按一按 用擀面杖上推下拉 擀成一个大大的薄片 厚度大约是0.5厘米 如果面回缩的厉害 就松弛10分钟再继续操作 擀好以后 在表面薄薄地涂上一层油酥 从饼的一端慢慢地卷起来 卷到中间的位置 称一称再接着卷 油的加入让面团有了更好的延展性 所以称的时候不会轻易断开 最后整理成一个长条 从一头卷起 在合适的位置切断 这样一个饼胚就做好了 视频里给出的用量大概能做6-8个 不需要称量克数 用最后多余的面团去补充偏小的饼胚 整理好后盖保鲜膜松弛15分钟 接下来包馅 拿出一个饼胚按扁 擀成一个圆形 中心点厚一些 边缘薄一些 放在手上 手微微弯曲 形成一个小碗的形状 加上黑芝麻白糖馅 用包包子的手法收口 这里注意 手口一定要捏紧 再整理成一个圆形 这就是一个烧饼胚子 都整理好以后 拿出第一个烧饼胚 用擀面杖轻轻地擀成一个圆形 也可以做成椭圆形 随你喜欢 烧饼的厚度大约在1厘米 双手拿起来放到烤盘中 最后表面撒一些芝麻 作为点缀 送进预热好的烤箱 放在烤箱中层180度25分钟 时间到立刻从烤箱里拿出来 微微放凉 切开一个看一下 这个声音太酥脆了 轻轻一碰 酥皮就会掉下来 里面是半凝固状的黑芝麻馅 香气非常足 这款烧饼除了酥就是脆 撕一块皮看一下 虽然外皮很薄 但里面是一层一层的 吃上一口酥脆的外皮 伸出浓浓的芝麻香气 同时还有丝丝的香甜 这样经典的一款油酥烧饼 你喜欢吗 希望今天的视频 能对您有所帮助 我是温妮 我们下期再见